我們在談 因為最近日本防衛省有曝 中國共軍901 喂奶給三東號的畫面 就說我們在談 因為這是三東號嘛 對不對 這是901嘛 喂奶就在幫他加油的畫面 這時候就大家在談 其實我們的飛彈 不見得要打三東號 我們打這個就可以 這是對的嘛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 未來變成航母 我們有另外一個選擇 共同就是 把他的奶媽集成了 三東號是不是就沒辦法動了 講這一個 瞄準901綜合補給箭 打就行了嗎 講這句話的是 我們的前參謀總長 那個但是 叫什麼名字把它唸出來 你不要每次害我 把它唸出來 就是黃鼠光總長 那黃鼠光總長 其實是我們海軍出身的 但是我必須要這麼講 他是潛艦的 他這個思維對不對 對 是潛艦的 那潛艦都是每一次演習 都是這麼做 那但是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你說這個是潛艦思維 但是不是海軍思維 那個我們這樣講 因為事實上來講 他能夠撐多少作戰 我們可以算得出來 但是我們如果把它的 這一個綜合補給箭 打掉之後 它還有其他的補給箭 它還有903A的綜合補給箭 而且現在我們看到的 只有兩艘 只有一艘呼倫湖跟一個茶甘湖 這兩艘 一個是南部戰區 一個是北部戰區 可是大家知道嗎 他們在廣東的造船廠 現在有兩艘 還有兩艘 一艘已經下水 另外一艘正在宜裝 所以解放軍知不知道這個困難 知道 然後我們剛剛其實要來講 那個都市傳說 在講說 那個是不是燒水 要燒48小時 其實那個時候 我就講到暗器的部分 有人說 小艦長你說暗器就暗器 我們來仔細看 這是青島小口子航空母艦基地 我們有看到嗎 這個其實是遼寧艦 遼寧艦它靠的碼頭 比一般的那個驅逐艦 大好多 那它大好多在大哪裡 它其實最大的是這一塊 它這一塊為什麼要那麼大 那個就是在燒暗器 就是它提供了 暗上直接提供蒸氣 也就是說它不需要裝備完全在使用 你說那它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事實上來講 我們在那個艦頂靠擱在暗上的時候 有部分的那個需要使用暗電 那部分使用那個艦上的 那個產生的蒸氣 可是那我的裝備就沒有辦法維修 我的人員也沒有辦法休息 大家知道嗎 這個時候如果它在使用船上的裝備的時候 輪機隊等於在直航行根 它靠在碼頭上直航行根 以前我在楊志浩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說我明明靠岸了 可是我不能放假 我不可以去酒吧喝一杯 我不可以去找我女朋友 我要繼續在上面直起 直航行根 直航行根4小時一根 而且他們的航行根很辛苦的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是我們的諾克斯級的遺陽艦 它其實也是在進行點爐 它也是點爐 它也是在燒熱水 那這是中國遼寧艦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其實大家有在講說 核動力潛艦 其實它那個暗了就走 沒有 它也是燒開水 它也是要燒 它只是用核動力燒開水 那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講現在有一種說法 這個不是有一種說法 這是央視自己講的 他講說 井三艘不夠用 那他們到底要幾艘 其實我們這樣來看 對於海軍來講 任何艦艇 都是三分之一戰備 三分之一演訓 還有三分之一維修 現在我剛剛就講過 遼寧艦在幹嘛 就在維修 如果以這樣的一個樣態 他們要維持在西太平洋 跟在南海 至少兩艘 他至少要 常態要有兩艘在演訓 也就是兩艘在戰備 也就是他最少要有六艘 但是我們剛剛 正好有談到一件事 2027這個時間點 2027這個時間點 那到底有幾艘 三艘 就這三艘了 你現在再照 來不及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到說 有關於解放軍的航空母艦的部分 但是剛剛也有網友 我們回應一下網友 網友有說 他們這只是訓練艦 的確像是訓練艦 但是 剛剛那個佩姐有講到 那個最重要的在但是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那個但是 但是什麼 但是我們這樣講 他們的航空母艦 研發到現在為止 他們雖然就是只有這三艘 他們這三艘長得的樣子 都是俄羅斯瓦亞格級的樣子 他們其實就是 近岸使用的航空母艦 它當初在俄羅斯的稱呼 就不叫做航空母艦 它叫做艦載機巡洋艦 所以它本來就是當初要這些幹嘛 其實是要將俄羅斯 它的一個核動力潛艇 送出200海里 也就是送出大陸棚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講 當初無論是遼寧 從烏克蘭接回來的 或者是他們完全做一模一樣的山東 其實他們的作戰距離 大概就是200海里 但是現在換到了福建艦 福建艦剛剛有講到重點 講到什麼重點 它的供電能力 那它的電磁彈射的供電能力 所以我們這樣講 我們現在一直找不到第四艘 為什麼找不到第四艘 因為實際上他們在測試 但是話講回來 現在解放軍到底有幾個彈射系統 除了福建艦之外 它有三個彈射系統 它在遼寧新城有一個 它在上海有一個 它在武漢有一個 它已經有三個彈射系統 它蓋在哪裡 它蓋在機場裡 所以現在殲-15的飛行員 已經在訓練 已經在訓練電子彈射 所以我們這樣講 我們要重視敵人 然後我們當然要 好好的準備我們的防空力量 以及攻傳飛彈 這一些 所以其實我講一個 最後一個答案是什麼 魚叉飛彈買錯了嗎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因為我剛剛講到它是次因素飛彈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買的是陸基型的 陸基型 你有看到一個什麼 你有看到雷達 你說雷達有這麼重要嗎 有 為什麼 因為在作戰裡面 我們來看解放軍它的去年8月 你說我們跟美國買暗制魚叉飛彈 一部分買魚叉 一部分買雷達 那個雷達反而可能比魚叉更重要 因為甚至可以跟美國去做聯網的 最重要的是 因為現在的作戰樣態一開始 都叫做電磁頻普戰的時候 而且當他們第一波攻擊 會把我們的所有雷達戰打掉 這個時候我們就看不見目標了 我們要攻擊的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我要目惑 我要看得到 浩哥我才打得到他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雷達戰都打掉 我不知道目標在哪裡的時候 我可以自己 就是海風大隊 自己升起雷達 來目惑目標 來發射魚叉飛彈 而且把這個資料丟給熊二熊三 熊二熊三一樣可以作戰攻擊 所以大家不要一天到晚 配合著認知作戰 說魚叉買錯了 魚叉沒有買錯 那只是他們沒有賣我們更好的海軍攻擊飛彈而已 是